去解释给大家读一下这个小红书上看的帖子啊 他这个帖子在解释什么叫门当户对 可能呢我们对门当户对的这个理解 这个干的理解的比较空啊 或者说比较富于表面 比较扁平化 比较表面化 没有讨论到深层的含义是什么 尤其是精神层面啊 他说呢 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的每个人啊 就有多大的概率是明门之后 如果你们算过明门世家和一般平民的生育率的差异 子女性存率的差异 你们会看到一个很朴素的事实 从数学概率上来讲 你整个祖宗链条里完全没有明门背景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中国一共只有几千个姓 即使拆寸掉那些异性 字号 还有在极尽的年代规划的成分 这几千个姓里 基本上每个姓里都出过不折不扣的名门 而且是屡屡崛起的名门 层层叠叠的名门 你们全都是世家子弟 例外的可能性趋近于零 这就觉得很奇怪 这祖宗有什么名门 跟他们挺有什么关系呢 只是你们忘记了 你们曾经历经数代乃至数十代仙人的血 总结出黄金一般的世家传承 家族经养 只是你们忘记了 你们一忘就归零了 多少代仙人累世臣服才明白的教训和禁忌 你们不知道了 只好从自己开始再经历 这若干代人的臣服去重新知道 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些 你才失去了门户 你才有与别人的门部当户不对 你连门户都没有 你怎么和有门户的去门当户对呢 不要误会 这不是在说你家不够有钱 于是和家财万贯的家庭部门当户对 如果对方是因为这个来嫌疑你 你大可以放心 你有机会看着这家人在两代之内 家破人亡 取终人散 这样看到门户的家庭 没有资格称门户 那不是你跟他们门部当户不对 而是他们跟你门户不对 谈得上门户的世家 懂得一种最朴素的道理 财富并不是最难获得的家族资源 而传承和韧性才是 确实接触过一些所谓的差二代 不说是哪种 是哪种二代 就发现他这个人身上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韧性 没有任何的这种优质的品质 任何的天赋都没有 他就靠着他们家人的这种宠溺 把一坨屎捧到了黄金的 用黄金的碗装起来 缺缺一看 这所谓的二代 他就不可能 缺缺就非常缺陷 他这两代之内 他们家族就彻底败了 本来他的家族兴起也是非常的疑惑的 这在封建农耕时代几乎是不可能兴起的 你看 他爹的家族就是那种世锦小民 大老粗 再往前做几单 是在附近的一个村子里 家里有几分田的这种 是这么一个 然后呢到了城市里 作为城市里的这种屌丝家族 他妈那个家族呢 那个崛起呢 就更加可笑了 他妈那家族 他外婆呢 是这种孤儿院的 然后他这个外公呢 是另外一个 就是另外一个东南亚国家的一个臭屌丝 就是那种无业游民 找不到工作 又没学历 又没文化 什么都没有 然后呢这种无业就属于流氓无产者 他外婆呢是孤儿 就是被家人扔到孤儿院的那种 这都是两个流氓无产者 是成了啊这个共产党的那个这个这个这红服吧 可以说都纷纷加入了共产党 然后呢他们都是做了一些文职的工作 比如说卫生员呢 比如说什么的 什么站岗放哨啊之类的 他的外公的那个那像个小鸡仔似的 也不具备打仗的能力啊 反正就是这种军队里混饭似的 然后呢因为呢就是两个人呢都在读书是吧 在那个年代能读点书能写点字就叫知识分子了 然后呢这个具体干什么的确实就不说了啊 很容易被人扰 然后呢是这种呢 然后他的这个然后这解放以后呢 把他的外公外婆呢弄到了这个城市里 给了一官半职 算是吃上黄粮了 然后他的这个妈啊 他妈呢还有他的那些亲戚们呢 亲戚啊下放到农村去了 其实我知青嘛 他就是所谓的知青 其实呢在那个年代其实是没什么文化的 只是呢 也是会卖弄点 会卖弄点这个 就是钻影点这个怎么样回程之路是吧 余回之路 其实就说太具体 确实就不说了啊 说了很容易被人扰 然后呢你说他们这家族呢既不算书香门帝 也不算明文忘祖 两个家族母系父系都不算 都是这种流氓无产者 流氓无产者 然后居然呢就拖了这种时代的洪流 就沾了这个光了 就把他们捧成了什么所谓的明文忘祖 然后缺姐一看就他这个人身上体现的全是这种最劣质的 像智障一样的 只有这种小市民的狡诈奸诈又蠢又坏啊 没有体现出任何一点就是有素质的地方 连普通的就普通市民阶层的这种素质都体现不了 缺姐跟其他的人也聊过这个所谓的二代 大家对她的评价是非常客观的 一致认为她是又蠢又坏 像个智障 你所以说呢缺姐就认为呢 你说她怎么能称得上 但是他们家族的人呢自视甚高 就这种流氓 无产者一旦是小人得志了 穷人诈富了 就很容易翘尾巴 那缺姐就齐个怪了 反正缺姐就看吧 两代之内他们家肯定是要绝后的 肯定要败家的 说句实话 这种就是不是你们家族现在积累的这些家族资源 这不是门户 什么呢 是你得有这个素质 你得有这个天赋 你得有这个基因是吧 超越自身和时代的胸襟和自觉才是呢 这才是你你这个体现的你这个家族的优良基因的这个体现 那缺姐就在这个所谓的二代上完全没看到 只看到特别劣质的基因 劣劣根性啊 卑劣的品性 所以呢 确实讲说呢 就是说你如果想繁殖的话 你要记着你自己就是你后人的祖宗 是你自己家族的开创者 什么是门当户队呢 勇士长存的家族和另一个勇士长存的家族 永远门当户队 意识之间谁胜谁衰 对于勇士长存的家族来说 都只是次要的暂时的祈福而已 你看缺姐的妈 来自这种世袭大地族的这种家庭 缺姐的爹呢 至少他的爹是贫隆 但是呢 他的爹的爹 就是缺姐爹的老太爷 就是爷爷 爷爷那帮 好像是做医生的 就是农村的那种中医 是吧 到底是他那父系家族 到底是干嘛 不知道 至少缺姐知道他爹是种地的 那种赤贫的农民 所以呢 缺姐呢 就是很多的就是性格上啊 就是对人的这种品性上啊 缺姐觉得自己就是天生就向往光明啊 天生就向往频道 天生就向往自由 就是基因给缺姐的 肯定不是缺姐父系家族给缺姐的 那一定是母系家族给缺姐的 所以说呢 你得有这样的品性啊 你有这样的品性 你才能够啊 算得上你的门户 这就是你的门户 所以呢 就说 如果说呢 这个品性 这个天赋 这个基因 你好基因没有的话 你都不算是门户 对吧 所以呢 就是像是那种垃圾的 灵芒无产者啊 意识的成了这种时代的这种啊 这种的红烈啊 吃到了时代的红烈 变成了一个啊 这种爆发户似的这种家族 所以说呢 缺姐认为它是不长久的 只有说你的基因 你良好的基因 你的品性 你的性格 啊 你对人 对世 对宇宙的这种良好的 这种品性 才是门户 这才是讲究门当户对的 正确的理解 不是嫌你穷啊 也不是嫌你不走运 而是嫌你没有身为一个家族祖先的自觉性 缺姐就很有这个自觉性 缺姐就一看啊 分析了缺姐老公的那家族 缺姐呢 老公的家族呢 他母系家族也是跟缺姐的这种母系家族差不多 也是远远的优于父系家族 都是母优负劣啊 母系家族特别优质 父系家族特别劣质 特别低劣 所以呢 缺姐就认为呢 缺姐的老公这个基因也不好 缺姐老公的本身 他有性格缺乏 认知障碍 他懒于思考 他惰性 他惯性 缺少就是说换位思考的能力啊 所以说缺姐呢 就觉得这样的啊 性格缺乏 我是没办法给他生孩子的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就必事必造成了 一个 就是说缺姐的认知比缺姐的老公是要高很多 个维度 然后呢 因为孩子的出生啊 就带来更多的问题 缺姐的这个老公呢 是不具备啊 当一个父亲的这种保护下一代的这个能力的 他没有他没有处理任何人际纠纷的能力 他只有像个鸵鸟一鸵鸟政策 他把自己脑袋埋在沙子里啊 就像他爹像他妈那样 他妈呢是这种做从小做孤女的 就没有爹爹死早嘛 没有爹保护的女人嘛 所以他就是这种 妥协政策 然后他爹呢 是这种来自农村的 这种贫固农 长得又极为矮小 来自矮子家族 矮子家族有矮子男 往往在男权社会里 他有个特点 就是特别懦弱 特别自卑 特别怂 欺软怕硬 这是矮子男的特性 所以呢 他这个这个缺解 观察了缺解的公公 是怎么样跟外面的 那些人打交道的 他都是那副 奴言蔽戏的那种罪恋 他永远没有说 你跟这个人是平等的 是吧 他没有 他没有平等意识 他永远都是去 像个向他狗去 巴结人家 尤其他长得矮 缺解的公公才1米6 他跟他以前的那些 就是就是熟人吗 1米8级的熟人吗 他恨不得把脑袋 扎在人家怀里边去 缺解的公公就干这事 你看他肢体语言 就非常令人厌恶 特别令人瞧不起 你为什么要像条狗一样的 去把你的脑袋 扎在人家的怀里说话呢 他的肢体语言就很让人讨厌 他那姿态也很让人讨厌 他在外面像他狗一样的 去跪天别人 然后关起门来 到了在缺解和老公那边 他马上摇上一遍 成为高高在上的皇帝了 你看看 他有没有平等意识 他没有 缺解认为这就是奴性 奴什么叫奴言必戏呢 奴性是有两面性的 铲上七下 他认为你比他低等 你是他的下级 他就可以欺负你 对外人他就可以像条狗一样的 特别的贱 卑贱 缺解这种品性 缺解认为这种品性是非常低劣的 这不是一个好的基因 所以说呢 缺解的这种天性的这种平等 自由 民主的意识 和缺解老公呢 他从他爹那里继承的这种奴性的基因 但是缺解老公他有一点好 他不欺笑 他从来不欺负别人 但是他也不会保护别人 所以呢 这种呢 就是不能 不能保护孩子 那缺解认为他不适合当一个爹 因为你 你和你的老公一旦生了孩子 你们就是你们孩子后代的祖宗 对吧 你作为祖宗 你都没有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剧本 一个扎实的 一个剧本 一个扎实的基础 你这后代 你这一只人就完蛋了 你就是在沙子上盖大楼 所以说缺解就是 坚决的拒绝了给他生孩子 我只能说我跟你这一试是吧 我跟你这一试 我们做生活搭档就行了 所以说这种 这就是缺解作为一个家族祖宗的自觉性 缺解就是有世袭 世袭大地主的这种基因 我就意识到我的使命是什么 这就是我的使命 我作为一个具有繁殖功能的女性 我必须得对我的后代千千万万代 我得负责任 我不能制造垃圾的后一代 对吧 这种自觉性才是谈婚论嫁的基本门槛 说你真的迈过了这个门槛 那你就明白这个世家 大族 真正的世家大族 不会认为什么 就是你现在的这个 什么就门不当虎不对 这永生的东西 就是什么呢 缺解的这个意识 缺解的这种理念 这才是永生的 有什么高低贵贱的 有什么贫富贵贱的 如果说我缺解没有这种自觉性 像缺解一直举例的那个女的 就不管怎么说你也是个村花吧 你为什么要找个猪头三生一堆猪崽子呢 明显看起来 女儿像爹 两个女儿长得都像个小猪崽一样 这两个小猪崽的女孩 她在这个成长过程大概率 会有容貌焦虑的 颜值焦虑 她那儿子长得也不怎么样 也是浪费了她的精英 你说这个女人 她有没有一点子公道德呢 她没有 她只想满足她自己的自恋的 情绪血抱的那个需要 我老公所谓的假装的对我好 一时好一时坏的对我好 他就吃这个 他就贡献了他自己的繁殖价值 生出一堆劣质的制造品 要不呢 你说孩子就是说这些劣质 最起码你给孩子一个物质保障 这个男的他比你更有钱 他能够保障这个孩子以后的生存资源 从物质角度上 他也没有做到 背了两套房债 背了两套房子的债务 只要是有一方 不小心出了意外 谁死了 或者是离婚了 或谁长小三了 搞破鞋了 家破人亡了 那你说这些债务怎么还 你说他们有的多么 这两个人多任性啊 多冒险 他们就把自己放在火上烤 这种人他就是没有作为一个 就后代祖先的这种自觉性 这就是属于劣等的家族 劣等的基因 还有低等的自觉性 说你没有这种自觉性 这就不是门不当户不对的问题了 那就是你 你就不要祸害你的后代了 对吧 然后呢 却姐就观察这个女的嘛 他还在他自己三个孩子里 两个女儿 一个儿子中 还要制造所谓的男子女卑 重男轻女 把儿子当成金童这个角色 来满足他的自恋 这个自吹自雷 虚荣的这个需要 然后把两个女儿当成 一个是当成情绪血包了 一个是当成奴婢保姆了 出气筒了 垃圾情绪的出气筒了 你想想他这两个女儿 他都不肯舍得教育资源来加排 而且却姐是跟他说过 我说现在教育内卷啊 这个学历内卷非常严重 我说现在呢 你给他拼命的投入这种 什么业余兴趣二号吧 是没有任何的利润可言的 而且只会让你活得很累 孩子也累 大人也累 然后接送孩子 他居然还把这个任务 交给他的女儿 多么不负责任的大人呢 孩子作为一个未成年人 他是没有任何的责任能力的 任何的意外 他也没有处理任何意外的 这个风险的能力 而且呢 坏人就是看两个孩子 他就会下手 如果有个大人 一个成年人 他万我不一定会下手 你说他和他妈 娘家妈 有没有一点 就是说作为监护人的这种责任感 没有 就是想接上自己的劳动力 把两个孩子置于风险之中 他们不管 不过脑子 你看这不就是垃圾家族的这种自觉性吗 多差呀 既然你不想负责任 你就不要生这么多孩子呀 你嫌累 你干嘛要生这么多孩子呢 说当时就顾着爽了 忘了戴套了 你看这两个人不都是这两一男一女 不都很任性吗 都是原始动物的本能支配 在爬爬之前 你没想到这件事是一件繁殖行为吗 繁殖是要出结果的 这个男的就让这女的去人流去打胎 只要我自己爽了就行了 管你打不打胎 人不人流 反正又不动在我身上 你说这女的 他蠢不蠢 这男的他是不是负责任 都没责任性 所以说这就是垃圾家族 说什么叫身为祖宗的这种自觉呢 就是你和这世上的任何一个家族 都只有对方能不能配得起你的问题 没有你配不配得起对方的问题 你看确确就明白 确解老公的那个基因 那个家族 他的认知维度 他是配不上确解的 所以说我不会跟他结合 把我的这种 我的认知 被他拉下水 因为这孩子 他就会精神分裂 他不知道听谁的好 是听妈的好 还是听爹的好 爹呢好像很包容 让他舒服 让他轻松 妈呢好像给他压力 你孩子是没有分析 对错的这个能力 他只知道谁轻松 他就喜欢谁 谁让他有压力 他就不喜欢谁 可是呢缺解是负责任的 缺解老公是不负责任的 这才是缺解作为一个 世袭大贵族 世袭大地主的后代的 这一个天然的自觉性 缺解就有这样的基因 是我这个祖宗的基因 我这个母系家族的这个基因 在告诉我 我就应该做这件事 我就必须完成我的使命 这就是真正的世家 缺解就能看透这一点 是看得到 缺解他就是有建立 传承的这个自觉性 这才是缺解作为 就是说让自己的 这个后代这个基因 保证我能够繁盛发展的 这个前提条件 你看看 莫多克是怎么布局的 他明明知道他生的孩子 没有一个是能够挑大良的 都是庸才 但是呢他就保证 他还是有责任性 我就保证我这些庸才的孩子们 能有个富足的生活就行了 他们是没有干大事的能力的 但是我保证我的孩子 还是不要落入社会底层 或者说社会中产 就不让他们阶层下滑 你说这不就是责任感吗 你作为这个家族的 你就是这以后的 所有后代的祖先了 这就是你的自觉性啊 这才叫世家呢 就这种自觉性 你才是谈婚论嫁的基本门槛 你真的迈过来这个门槛 所以呢 真正的这种明白道理的 世家大族就不会认为 你有什么门不当户不对 只有这种流氓无产者 突然报复 就因为时代的这种红利 成为这种所谓的就装逼的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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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的 这种人他是看不透你的价值的 这才是人人平等的根子啊 就是意识的尊卑 势力强弱 其实呢 都没什么用 只有说这种就是自觉性 有这种认知 才是能够帮助你家族兴旺的这个前提条件 这才是人人平等的根子 那就是永恒者和永恒者平等 缺姐就寻找这种 跟缺姐的这种世息大地主的这个基因 这是永恒的 我要寻找一个世息家族 世息家族 这才是永恒者 这才是能够真正的平等 那缺姐呢 从这个自己的这个爹啊 他是学霸是吧 他既然是学霸 他肯定读过名校 既然是名校呢 他肯定有一些世息家族的这种后代 那就不是二代 那是多少代十几代的那种 世息家族 名闻旺族 真正的贵族的后代 不能说太具体啊 说太具体也不容易被人人肉 反正就是他的这个所谓睡在他上坡的兄弟 确定在其他视频也说过了 他这个同学呢 你看他他很每件事他都有计划 他都有这个想法 果然他能够从他那个家 家到中落啊 就是因为共产党不进来了吗 不是解放全中国了吗 把这个封建士族乡身都给打落了吗 哎呀 但是他还能够崛起 你看这就是基因的重要性了 这个你不服不行啊 他就有这种作为 他是世息的这个名闻旺族后代的他这种自觉性 这个人真的厉害 那缺姐一看 缺姐的爹他居然好意思舔着脸去跟同学会 哎呦 你有什么资本跟同学会啊 你看看你混的什么样 你看看人家混的什么样 缺姐的爹真的是没点必数啊 你不要说都不用嘴巴说 你就看一眼 你就看形象看气质 你都能看得出 两个人的啊 说处的社会地位的这种天壤之间 缺姐的爹完全是因为他自己 他这种垃圾基因 他认知不行 就是你看一时的就学霸 一时的聪明 一时的专注 一时学霸的抗造的能力 你只是让你十年寒窗 这个脱离了农门而已 但是你不能真正的跨越阶层 缺姐的爹他仍然受制于他那种 屌丝家族的那种垃圾基因的认知 就是那种劣等的认知 他认知不行 认知才是决定你这个人能不能跨越阶层的关键 而不是说你靠一时的说 哎我读过名牌大学的学历 这我就快要解锁了 真不是 北大的也大把的有卖肉的 对吧 现在北大的 清华的大把的去跑到深圳的这个 什么中学啊 什么什么哪个街道办事处啊 当城管啊 去打人了 去当狗了 这就清华北道 所以说呢 就是缺姐举例的那个什么差二代啊 看他肯定是三代而亡啊 这你而且你缺姐发现他们的家族呢 就是也有一个特点 除了他父母 生了他这么一个独生的 他其他的那两个亲戚 就母系家族两个亲戚都没生孩子 肯定是三代而亡的 所谓的这种名门 他们就是不值得特别关注的烟尘了 就没有资格得到重视 也没有必要在意他们 他们彼此间的态度 也最终随着他们的消亡而毫无意义 当不当对不对都是虚无的 能成为门户的 能成为门户的肯定是门当户的 缺姐的妈 所以说缺姐又在复爬 自己上一代人 缺姐的妈干的最蠢的一件事就是什么呢 哪怕你是地主家的狗崽子 杀人三十几岁没人敢要你是吧 但是你仍然要去寻找地主家的狗崽子 你不要吵这种垃圾吊丝 情吊丝吃女人吃得非常主性化 缺姐的妈 她有这样的自觉性吗 她没有 她还有这种什么 还有这种什么娇妻 你看我这个大美女 落入你这丑渣男的这个手里了 你丑男男就觉得好好表现 用其他的价值来补 那丑张男不这么想啊 丑张男你都被我搞定了 是吧 结婚证领了孩子也生了 那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然后缺姐的爹呢 就天天攻击缺姐的妈长得老 缺姐的妈就天天攻击缺姐的爹长得丑 所以说那缺姐反倒比缺姐的妈 还有这种作为门户的这种自觉性 缺姐的妈是丧失了这个 她作为地主家后代的这个自觉性 所以哪怕此时你凭她妇 你见她贵 但是他们都没有身为祖先的 身为祖宗的这种自觉性 什么叫做祖宗的自觉性呢 就是不再是从自身的立场来看待成功 而是把成功来当成一种家族的事业 每一代的祖宗都不求 都不求竖成 而要力求什么的 为家族后代有更进一步的夯实基础 就一言以蔽之 就要求事业 但是更要求基业 代以代计 终有进士 一人一代的能力呢 总是有限的 机会呢 总是难得的 事事无常 臣服不定 福祸难料 因此呢 总是存在着 一定要在自己这一代 当个富一代的心 不断的心怀侥幸 急功近利 想要铤而走险 一蹴而就 反而往往容易导致久坐不兴 你自己如此浮躁 难以能够积累什么真的优势 即使侥幸 谋得福财 家风不敬 根基不稳 这些福财不但不足以为福 反倒足以为祸 这是确切在读这个帖子的文章啊 这中间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每一代人都想要在自己这一代完成大翻身这种投机策略 确切也确实想过 这种没有理心的焦虑感驱使着人不断的投机取巧 越是投机取巧失败 后半身为了达成目标就要加倍的投机取巧 要么一败投递 要么侥幸成功 然后把侥幸当成成功之道 加倍的下注 直到再次的失去一切 还要更加的深陷 你看看 确切也玩过乐透是吧 还玩过什么呢 还玩过股票 还玩过这个赌那个川普 还要是拜登上 都输钱了 的确是输钱了 所以你呢 就是以家族基业为考量中心的人呢 就可以轻松的摆脱这种恶性循环 正确的家族策略是每一代人都谋求为下一代创造更好的根基 哪怕每一代都只是拱一小族 代代不息 也终有一天会走到这一代人想不成功都难的优势状态 你看啊 就是确切又在这个小红上看到 他说呢 要不是我爷爷从农村到了县城 我爹从县城到了省城 我从省城到了京城 我的儿子能出生就在京城吗 你看他每代人他经过四代人的努力接力 他们是从农村到了县城 县城到了省城 省城到了京城 京城到他儿子这一代 就出生在京城 又有这个北京户口了 而且这种成功的是水到渠成的 自自然然的 且因为代代家风的建设积累 这成果足以持久 能循环光大 因着财富可以开枝散叶 将来那是越发的同气连枝 从总体上来说就更加的稳固 那确切就复盘吧 就说确切那个丑爹的 他那个名闻望祖的那个 后来做了郑国级领导的 那个睡在他上铺的兄弟 你看看人家是家族十几代 几十代人 从这个明朝是清朝 就那个年间就已经是个名闻望祖了 他们一代代人传下来的 那真的是不一样 他不成功都难了 缺姐一听他的就是 缺姐的爹跟缺姐说 他这个这个大官的这个老同学 他的表现 他在校的表现 他那么年轻 家里人都没有一个人去教他 他就知道他应该做什么 你说你说就作为我们说 我们来自这种垃圾屌丝家庭 家境差的 往往你的父母还是这种自恋性人格障碍 他还要作建他不需要的那个孩子 不一定是他不喜欢 或也更不等于这个孩子没有天赋 没有这个 没有资质 他但是呢 你不幸被这种垃圾屌丝的这种父母 这种垃圾父母选中了 作为那种替罪羊的角色 那你说你倒霉不倒霉 所以说你在你二十岁之前 三十岁之前 你很难想明白走出父母给你设置的这种劣质的剧本 等你想明白了 你人生也基本上就底色铺在那了 你说所以说呢 你作为创业的先祖 你的任务呢 就不是在你这一代 要如何谋得亿万身家 而是要为家族后代留下一份可以继承的正资产 和充分可借鉴的经验教训 以及良好的教育 你看确确举例的那个女的 他有没有想到他这个人 就是他作为他的后代的祖先祖宗 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寻找那个优质的基因 然后让自己长得还不差的基因 更加的就是优上加优 确确确确也认识另外的一个人 他本人呢没有特别优质 但他知道至少我得找个物质基础强的 我身高不够高 我得找个高的 你看看 人家这就是作为一个传承者 一个奠基人的 就是他的基因的自觉性 他就有这种实面感 尽管他理念上 这种就是这种道理上 概念上他不清楚 但是他有这种本能 他懂 你说这个女人他懂什么 就确实一直举例那女的 又没有物质基础 又没有先天的生理基础 甚至你看着天天看着那张猪 脸在眼前晃都觉得恶心 他自己都知道拿不出手 确实也都没有跟他提任何的 这个这个没有跟他说任何的 他老公长得丑啊 长得蠢啊 长得像猪啊 他自己都觉得自己的这个老公拿不出手 你说他就说 哎呀 这怎么怎么着 主动跟确确说 先他老公长得丑 然后呢 确确也没有说什么 他反正主动的攻击 确确老公长得老 可是我老公再老 他年轻的时候也是帅过的 你老公再年轻 他也是丑的 也是肥的 也是矮的 也是蠢的 长得像头猪啊 扮演猪八戒 不用去打扮了 所以呢 作为 就是一旦你的眼光呢 不是谋你这一事 而是为了谋万事 你做事反而容易有定性 有踏实的成果 有同 有这种朋友 有意料 意料之外的帮助 反而比那些逼热心思 必须一代成功的人 那更容易获得真实的成功 哎呀 说得真好 确确真是对确确是毛色顿开啊 说你的家族到底以什么为界呢 就是基业所及 及为主族人 不要以血缘为界 我们看 血缘 说句实话 确确真的看不上确确的爹的 复习家族那个垃圾基因 确确一看 他那个家族啊 那个垃圾基因呢 就像他妈 他那个妈长得特别丑 然后他的爹长得是非常帅的 大概是混有了什么异族的血统 反正长得不像汉族的老头 长得是特别 特别像那个 就是那种好像是跟什么 就是那种 那种凶 不是啊 那种突厥的那种 包括缺解的头发都是卷的 也是混有了一定的 异族血统吧 应该是 这个不太清楚啊 只是说 光感上是这样 所以说呢 这个 而缺解的爹呢 就长得完全 比他那个丑妈还要丑 缺解的爹呢 是丑得触目惊心的丑 形容猥琐 所以说呢 缺解看不上他那个基因 真看不上 所以说呢 缺解就没有跟他那个家族 有什么联系 我就看不上哪家族 是吧 这句话 这个帖子继续啊 继续读一下 说你的家族要立得住 要把你和你基业相关的所有人 都视为家族成员 而不能紧紧偏向你自己的 血缘亲属 可血缘关系 其实真的不可靠 缺解看 缺解的爹的那个 复习家族的垃圾基因 缺解是看不上的 母系家族 也有部分 有些垃圾的品性 就是缺解的姨妈 大姨妈那个家 是非常垃圾的 所以说呢 就是跟你基业相关的所有人 你要视为你的家族成员 你看啊 这个族人呢 其实呢 就是说 就是你血缘关系 不容选择的 但是呢 跟你这个 你的这个基业相关的 那些人朋友 熟人 你都可以纳入你的 这种什么 这种社交关系 人脉关系里面 说这种机制呢 才能有效的吸收外部的人才 比如说相宜 同僚 同僚 同窗 结交 联姻 收养 结伴 你看看 这是 这个帖子 让缺解终于 貌色动开 缺解的意志 本来也是追求 我这一世的繁荣 但是缺解应该这么想 哪怕我不想生孩子 但我仍然可以把自己当成 未来的什么人的祖先 那么来供养自己 我不要急功近利 我要文章文打 本来确切也有这种赌徒的心态 就确切看自己的八字 是我偏财运的 偏财运就是来的财快 也容易散财 容易有赌博的这种行为 这是不好的这个毛病啊 真的是不好的毛病 所以呢 就得守财 就得是非常的稳扎稳打 不要再做任何投机了 就是你们想做发财的时候 你们先看看自己的八字啊 有没有食神 有没有这种啊 这叫什么 消神 消神的是让你败家的 让你败破财的 有这种 食神是让你发大财的 然后你再看看有没有伤财 伤财也比较危险 你看确切开始研究是玄学了 对玄学开始越来越感兴趣 因为玄学呢 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啊 你用真正的就是这种自然科学 是美邦上写实的 但是玄学它预测的 就会准的 按照这种方法论 或者说按照实证判 那你就相信这套理论就行了 到底是为什么也没人能解释 确切能力 唯一能解释的就是 上增定律 宇宇宙的法则 早就已经写好了剧本了 所以呢 这个玄学就是按照宇宙的这个法则 宇宙的时间节点 它来写的 所以说 算命首先要问你的出生时间 你在这个宇宙的中间呢 是哪个节点 这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就决定了你这个剧本 李医生的剧本怎么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